哈囉 同學 歡迎收看ASEP凱格數學 第44題是 如果你遇到數字很大 那你可以用標準分解式去求平方根 把它變成標準分解式 然後再求他們的平方根 好 老師先講個例子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叫做根號 假設叫做根號 簡單一點 2的5次 2的6次方 對不起 2的6次方 那你知道2的6次方跳出來會變什麼嗎 它不就是2的 你知道2的6次方是2的3 括號的2次方 對不對 所以鑰匙給它跳出來的會叫做2的3 所以未來我們就會講說 欸 如果這是個6次方 那跳出來 直接會變成3次方也就是除以2 所以啊 如果今天有一個題目 我把它變成什麼 OK 變成2的6 3的8 5的10 好了 那你知道跳出來會變多少嗎 2的6 跳出來會變2的3次方 這是直接根號啦 那3的8次方跳出來會變3的4次方 5的10跳出來會變成5的5次方 就這樣 OK嗎 所以 嗯 標準分解是 求平方根 你記得 跳出來 跳出來 那個指數 就直接除以2 好 可是有時候不會那麼剛好啊 它可能會遇到什麼 它可能會遇到裡面是個2的5次方好了 乘以3的7次方 那怎麼辦 你知道2的5 是不是叫做2的4 乘以2的1 對不對 所以4跳出來會變2的2 沒辦法出來的人咧 那就關在裡面啊 3的7次方叫做3的6次乘以3的1 3的6跳出來上面除以2變3的3 那裡面還有一個3 所以答案就會變成4乘27 108倍的更好6 齁 我把觀念講完囉 啊所以這一題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算了 好來 我們來算一下 這兩個題目 第一個 1764的平方根是多少 好 那我們就先把1764值因數分解 當然你也可以說老師它是42的平方嘛 也可以啦 如果你直接看得出來的話 可是我沒那麼厲害 所以1764 用2 好 8 8 2 2 4 4 1 3 1 4 7 再來是3倍 49 7倍 7 歪幾 好 所以我知道跟1764的平方根就叫做正負根號 好 這個叫2的2 3的2 7的2 好來 全部都跳出來 所以正負的2 3 7 所以正負 42 搞定 好再來第二題 3136 那我就一樣3136來個直因數 分解1518 哦不對 不密豆腐 1568 2 784 2 392 2 196 對不對 就這樣子玩下去而已 那2 98 再來 2 49 7 7 所以對我來講 3136就等於 正負 根號 好 抱歉等我一下 他就等於 正負 根號 這個叫123456 2的6次方 乘以7的2次方 都跳出來 正負 2的3 乘以7的1 所以等於正負8乘7 56 好 所以他是 56 正負 平方根就這樣 如果遇到數字很大 你就用標準分解式求出來就好